好 接著要講一個東西叫做天頂角 我的頭上那一點叫做天頂 太陽在邊邊這個甲角叫做天頂角 所以課本上問過一個笨問題 請問你天頂角跟羊角有什麼關係 水平抬頭叫做羊角 頭上數過去叫做天頂角 這兩個什麼關係 護嶼加起來90度 然後有一個重點叫做春分的天頂角等於緯度 春分天頂角等於緯度 來 我們看到這個人在這裡 這個人在這邊 這他的頭頂叫做天頂 這叫春分 叫做春分天頂角 然後這就是P嘛 這P就是什麼東西 緯度 所以春分天頂角等於緯度 這個是一個重點 然後呢 這句話 南北半球都能用 南北半球都能用 但是北半球會偏南 南半球會偏北 因為赤道在北半球的南邊 在南半球的北邊 學測考過一題就是那個 那個有一點腦袋有點怪怪的 學生說什麼地球倒轉那一年 學測考的一題 如果你知道是在南半球 答案就出來了 那你怎麼知道他在南半球 因為他的天頂角偏北 懂嗎 因為他天頂角偏北 所以我就知道他在南半球 那你答案就出來了 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春分天頂角等於緯度 南北半球都能用 北半球偏南 南半球偏北 好 請注意 這張太陽軌跡圖 一 全世界日出方位都一樣 直射赤道 正東升起 正西落下 直射北半球 東偏北升起 西偏北落下 直射南半球 東偏南升起 西偏南落下 升起的方位大家都一樣 哪裡不一樣 升起來歪的不一樣 北半球往南邊歪 南半球往北邊歪 歪多少 歪 春分天頂角等於緯度 所以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是北迴歸線的地方 所以這裡是幾度 23.5度 我如果要畫北迴40度呢 這裡就變成幾度 這裡就變成40度 然後夏至往北23.5 東至往南23.5 OK 你這樣子做 你就會畫出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太陽軌跡圖 所有地方你都畫得出來 還有 請注意 考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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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 考 什麼什麼地方 什麼什麼時候 請問你 太陽的陽角幾度 太陽的陽角幾度 都要用到這句話 春分天頂角等於緯度 春分天頂角等於緯度 比如說 台北的緯度是25度 台北的緯度是25度 請問你 台北東至正午的陽角是多少度 這種題目 什麼什麼地方 什麼什麼時候 太陽陽角幾度 你都要用到這句話 春分天頂角等於緯度 台北 天頂 春分天頂角幾度 25度 這裡25度 下次 往北23.5 東至 往南 23.5 所以這樣和俠幾度 48.5度 所以這樣陽角 所以陽角幾度 這裡48.5 這裡多少 這幾度 41.5度 所以台北東至正午陽角 41.5度 可以嗎 所以只要題目是問 什麼什麼地方 什麼什麼時候 陽角多少度 你都要用到這件事 叫做春分天頂角等於緯度 OK嗎 OK